大家仔细观察贝塞尔二次曲线的样式就可以看出来 这样构建出来的曲线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首先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要想绘制一个波浪线 那么对于这样的二次曲线是绘制不出来的 其次即使是只有一个弧度的这样的曲线 如果我想让这个弧度在最开始的时候向外扩张 大家可以想象花瓣的效果 那么这样一个二次曲线也是绘制不出来的 为此我们在这一小节就要向大家介绍贝塞尔三次曲线 如果我们真正学懂了贝塞尔二次曲线 那么贝塞尔三次曲线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它和二次曲线的唯一的区别是 贝塞尔三次曲线拥有两个控制点 它的函数是这个样子by zero curve two 所以具体的调用的时候就是首先使用move two移动到其实点 之后在by zero curve two这个函数中会传入六个参数 表示三个点的坐标 前两个点就是新的两个控制点的坐标 而最后一个点呢就是结束点 那么为了让大家形象的直观的了解到by zero curve two 也就是贝塞尔三次曲线 这个曲线绘制的效果 还是向大家介绍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页面形象的向大家展示了这个曲线的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贝塞尔三次曲线所展现出来的效果 那么和刚才的二次曲线的页面一样 大家可以调整这个两个控制点 包括其实点和中指点的位置 来看到贝塞尔三次曲线绘制出来的效果 那么同时右侧的部分相应的代码也会改变 那么通过简单的试验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贝塞尔三次曲线当多了一个控制点之后 它相应的比二次曲线要灵活很多 首先我们就可以使用贝塞尔三次曲线来创造出这样的波浪线 那么其次我们刚才提及的 我们就可以创造出类似花瓣的形象 也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曲线的线条呢 是向外面弯曲的 大家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效果 那么相信有了贝塞尔三次曲线 大家就可以更加灵活 更加随意的绘制出自己希望绘制的图形 大家不妨自己动手也试试看 看看三次曲线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效果 作为贝塞尔三次曲线应用的一个实例 那么我将继续的改造这个星空这个画面 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在之前我们已经给这幅画面增加了一个月亮 那么现在呢 我打算给这个画面呢 再增加一片绿地 那么绘画这个绿地呢 我会生命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它叫Jourland 那么这个函数只需要传入一个灰图的上下边环境即可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Jourland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 那么绘制这片绿地之前 首先我仍然是要调用一次save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 我就要调用一次restore 在这之间进行绿地的具体绘制 对于具体绘制部分 首先我就需要描绘出这个绿地它的边框 那么我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 在这之间进行一个描绘 那么这个描绘的过程大家就可以想象 我肯定要使用begin path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首先我把当前的点挪到0600 大家可以想象也就是画面的左边缘 大概居中靠下一点的这个位置 之后我使用begin path 绘制一条横穿整个画面的曲线 那么这些控制点的位置呢 是我之前已经计算好的 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 我这里头的控制点 包括这些坐标点都是写死的具体的值 其实这样呢 并不好 大家可以根据画面的具体的大小来使用变量 来代替这些写死的值 使得整个函数更富有适用性 在屏幕适配的角度呢 也更加有优势 那么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例子 我就这样写 之后我只需要调用line2 把这个曲线从右侧绘制一条直线 绘制到整个画面的右下角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在绘制一个封闭的图形 之后我再使用一次line2 把这条直线拉到整个画面左下角的位置 最后由于有close path 整个图像封闭出来 那么我绘制的这个区域 其中三个边都是直线条 最上边是一条波浪线 那么就是我要绘制的这个绿地 整个的大体形状 那么下面我要给这个绿地着色 那么这个颜色呢 我将使用一种渐变的色 那么这个方式呢 我们之前也已经学过了 我创建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landstyle 之后我使用create linear gradient 这样一个函数 来创建了一个线性渐变 这个线性渐变是从整个画面的下方向上方 这样一个垂直渐变的过程 之后我使用andcolorstop 创建了两个关键色 其中一个在汽水点 一个在初始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颜色呢 就是两种绿色 让它有浅入深 最后我将创建的这个landstyle 附给了这个feelstyle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 我就可以调用一次feel函数 来进行具体的绘制了 这样我的这个绿地就绘制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怎么样 一个绿色的并且上边缘是非常平滑的波浪线的 这样一个绿地就绘制出来了 feel三次曲线为我们的绘制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希望大家能够多思考 创建出属于自己的feel三次曲线条所构成的图形 相信大家能画出非常优美的图案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好